朋友们 现在几点啦 又到了听路西讲故事的时间啦 今天的故事是 骗更多的猴子 凯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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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夸人一家 好 同学们 又到了考试的时间了 上午考三门 午餐时间过后再考两门 这样一共五门课 都没有好好复习 一下子考五门 哎呀 我还得看好奇心公寓呢 老师太多了 那这样吧 上午考两门 下午考三门怎么样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也赞成 果然上当了 好 那大家赶紧回去复习吧 今天就学到这里 哎 伙伴们 你们被老师骗了呀 我们明天要考的还是五个科目 真的呀 不过 我怎么学习的内容好像少了呢 那是因为上午要考的内容减少了 才会有这样的感觉的 但是下午的考试却增加了 到头来还是一样 啊 我刚才会这么高兴呀 嗯 这就叫 朝三暮四 朝三暮四 感觉明天考试里面这题就有 啊 这对我也太难了吧 到底什么意思啊 既然这样 不如我们三个一起复习吧 小艾丽帮帮我们两个吧 好的 那我就把朝三暮四的故事 讲给你们听 在中海的宋朝 有个特别喜欢猴子的人 叫鞠躬 孩子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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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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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这种水平 我们能直接参加各场比赛了 哈哈哈哈 今天的歌我们都唱完了 赶紧给我们吃的吧 饿死了饿死了 放给我嘛 哎 知道了知道了 吊吊 今天也特别为你们准备了松子 嗯 每个猴子呢 只能吃十个 慢慢吃吧 真好吃 没没没没 哎 鞠躬你有什么烦恼吗 啊 没有没有 啊 你快点吃吧 嗯 是 唉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喂 你有时间在这装头 还不赶快把鞋还我 下个星期我一定还你 再快些两天吧 知道我等了你几次吗 快点把钱还给我 真的就这一次 下周我一定还给你 看在面子上 这是我最后一次饶你了 到下周 说什么你也得还给我 知道了吗 小路西 你职工叔叔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了 好小叔呢 是的 当然有问题了 对好朋友把钱给骗走了 我怎么会知道一下子丢了这么多钱呀 叔叔加油 是啊 车到上前必有路 虽然不知道你们是谁 但是还是谢谢你们了 不过也都还是我的问题 我们家的小猴子可就遭殃了 我现在连给他们买松子的钱都没有了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 把猴子的松子数量减少一些怎么样呢 嗯好吧 那就这样吧 孩子们啊啊我有话要说 孩子们啊啊我有话要说 小松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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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小松子 哈哈哈 嗯其实就是关于松子的事情啦 由于一些原因最近只能给你们七颗松子了 嗯把十个减少的七个 嗯 早上三个晚上四个怎么样 嗯不行不行 早上只是三个松子 白天怎么在树上来来回回啊 我也反对 啊不行不行太少了 嗯 这个怎么办 啊 有了 孩子们 那么早上四个 晚上三个怎么样 嗯 等等等等 早上能吃到四个 好呀好呀 就是嘛 早就这样不就好了 呵呵 你觉得怎么样 我也没意见 不错呵呵 哎 被骗过去了 还好还好 大家都不生气了 结果最后 我给他们的松子 还是七个 哈哈 呃 呃 居哥你跟他说什么 呵呵 啊 没有没有没有 刚才说你们是世界上最聪明最可爱的猴子 哈哈哈哈 过来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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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还是有点难 嘿嘿 我再解释一下 招 三 木 四 哦 原来就是 字面上的意思 早上三个 晚上四个呀 现在总算是知道了 呵呵呵 那我们现在赶快复习下面的科目吧 好呀 我知道一个又好玩又有用的学习方法 嗯 是什么 就是看路西的童话啦 现在正好是播出的时间啦 哦 那我们赶快去吧 好呀 走吧 走吧 走吧